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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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狼哥, 属于黄金年纪的哥哥姐姐 最关心就是身体健康 是呀, 关心眼睛, 关心牙 牙齿特别是经常听到长辈说 整牙很贵 是呀, 牙痛哭 究竟如果牙齿出了问题 但又未必有这么好的经济条件 去负担整牙的话 有没有一条出路呢 今天和你一起来介绍 今天我们请到老友所依慈善基金 牙科发展总监刘彩欣医生Grace 还有请到论社辅导会 安劳服务总监李任国先生 因为一定要问Grace 女士先, 好 你说你们发展牙科 牙科发展基金就是你负责的 怎么办呢?你们的会做什么 本身我们老友所依 其实在2015年的计划 已经开始展开了 到2018年就正式注册为一个慈善基金 我们就会和很多不同的社福机构去合作 希望找到有需要的长者 主要都是65岁或以上的长者 拿着纵援或者经济有需要 或者收入比较低 或者甚至无收入的隐蔽长者 希望可以提供多些免费的医疗服务给他们 你们那个基金会里面的 所有的这个义工 有百几个这么多 主要是什么医生 什么组成的 我们的医疗团队其实都挺庞大的 刚刚提到的都有百几个 其实都有很多不同的医生 比如有西医、专科医生 中医、职业治疗师、物理治疗师 护士等等的 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牙医 医生全部都在这里 组织了一班专业人士 不同的医护人员 然后又组织了钱 因为是前线基金 接着就找到社福机构合作 就是李珊 那怎样呢 现在钱有了、人有了 论社辅导会的角色是什么呢 首先也说回 开始的时候 2015年他们基金 开始想找一些合作伙伴 社福机构 主要去招募一些长者 有需要的长者是接受这个服务 当时我们知道这个基金很好 而且人才仔仔也很有意义 我们最快就去举手 是 我们很认罪 是 因为我们实在 我们在社区里面 都看到有很多很有需要 在不同的健康的问题上 是要有些帮忙 特别有很多经济困难的丢技 它是需要在这方面多些支援 有时他们咬着病的时候 我们不及早去让他们有医治 或者有诊断 他们长远是很大问题的 我觉得这个对他们很大帮助 那伦社辅导会 是其中一个你们合作的单位 他们最先举手 后期也有很多朋友举手 没错 我们也有不同的社福机构合作 譬如就伦社辅导会 我们也合作很多 由2015年开始合作 还有一些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 红十字会等等 我们希望有不同的伙伴合作 就可以服务更多的老人家 服务的范围是怎样呢 即是去哪一区 服务的时间又怎样呢 或者我们讲回主要 刚刚提到牙车的问题 我们主要这个牙车服务 其实全港各区都有机会服务到的 主要都是看回合作的社福机构安排 看看安排到什么地方 因为始终牙车 它要一个大一点的地方停泊 还有就要有电源 所以都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然后我们通常的服务日期 都不定的 有牙医 有地方 还有有长者 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让我先想象一下 当我是哥哥姐姐 是 我知道老友所医 和律社辅导会 一起搞这个流动牙科车服务 就去了我那区 然后我上车了 上车到过去 抹大口牙 然后洗个牙 我先想象一下 这个流程应该 因为我们跟了社福机构合作 其实我们社福机构都很好 它会帮我们事先看看长者的背景 可能了解它的病历状况 或者它的经济背景 做了一些筛选之后 就会有一个预约制 也不希望他们全部排队 站在那 所以其实老人 是预约过来 一起看 譬如可能10点第一个 10点半第二个 我们预计 其实一天 大概就会服务10名长者 长者全部都是免费接受治疗的 我们治疗包括洗牙 保牙 一些副化物治疗 和一些后康内的小型 X光片等等 原来已经这么多东西做了 保牙都可以 没错 保牙很贵的 所以我们很多义工朋友 都很有心 还有最重要 都是有些有心的人士捐助 因为其实我们机构都见到 其实香港的长者 都是对牙科服务 有很急切的需要 还有可能因为学历 或者是一些经济的状况 他们未必有这个条件 去接受牙科治疗 我们都希望可以出一分力 机缘巧合之下 其实政府捐赠了牙车给我们 而刚好也有有心人的捐助 所以令到整个计划得以展开 所以我们都希望可以帮到 多少得多少 所以有心人很重要 出钱又出力 这个时候我们电话旁边 有位有心人 就是张先生 有心希望赢得到这个超线的来源 你好 准备好了吗 依珊你好 你好 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老友所依慈善基金 是一个怎样的服务机构呢 A是全职工营 B是全义工营 C是半职工半义工营 刚才说他们聚集了一班不同的专业人士 他们很有心的 很有心 究竟是全职工 全义工还是半职工半义工呢 全部都很有心的 我们有很多很多义工的 多谢B B 谢谢 不用多谢 应该是答对了 题目就会有超线的来源 全部都是义工 超过一百二十位 好了 大家听到这里 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 譬如我怎么知道这辆车 能否去到我的区呢 还有去到我的区 其实又不是直接行上车 要预先报名的 应该怎么知道 什么时候来和怎么报名呢 我想有两个渠道 刚才说是预约制 这次其实我们都是用一个 伙伴合组的形式 所以它先和不同的社福机构 服务单位 好像上个星期我们在屯门 我们都和他们联络的时候 我们社福机构 比如我们社福导会 就负责去联络一些有需要 因为其实最掌握 哪些最吸引有需要的掌握 我们比较掌握一些 所以我们就会联络他们 去做一个预约 当然除了在我们的中心服务机构之外 其实罗索医 他们的时限基金 他们本身都是有一个 Facebook的资料 我想一般的受众 他们都可以在Facebook里面 先了解那个行程 李生已经解释了 好了 交到你们的手上了 Grace 通常就是补牙或者洗牙 就很简单 如果那个长者的牙 是需要特别照顾的 或者要长一些时间 你们做不到的 会不会引戒 推介他们去其他地方 因为其实我们牙车上的设备 都比较有限 所以真的做到一些比较简单的照顾 还有因为我们去的时间不是特定 就不可以可能长期 继续了一个长者 但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让他们得知 其实可能政府对他们都有一些资助 譬如可能是关内基金 其实都有些免费商价 其他人说 希望他们有多些的资讯 也可以透过一些简单的检查 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情况 就从而再作出跟进 接下来在电话旁边 我们有麦婆婆 是 早安 麦婆婆 是 是你呢 两位好 你好 四位好 好的 听清楚 我是麦婆婆 就是你了 听清楚这条题目 好 好 好 老友所医的慈善基金 有超过多少位医护义工呢 A是120位 C是12位 C是两位 多少位医护义工呢 麦婆婆 是呀 麦婆婆 千万不要只看电视机 是不是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很多的 你真的很聪明 那就是A 那就是A 就是A 没错了 稍后回来 Grace和李珊 会继续跟我们了解一下 在老友所医慈善基金里面 除了有流动牙科车的服务之外 其实还有些免费的医疗服务 稍后回来继续跟他们了解一下 我们继续跟刘彩恩医生和李任国先生 跟我们一起的 刚才了解了牙科车的服务 相信现在听着看的人很想知道 下一次是去哪个区 是 我们接下来星期日就会在屯门 都会搞一个大型的流动综合诊所 途中除了有牙车之外 还会有其他的医护团队在 屯门很大 你们停在哪里 在近住富泰村的一间小学 富泰村的一间小学 为什么选择了一间小学呢 其实我们要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地方 去多一些不同的专科医生去看 我们其实这个 其实整个计划都很着重社区参与 和不同的合作伙伴 一般我们掌决中心都不够位置去做 所以我们要在附近这些大一点的范围 学校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要去 其实我们都用很多方法去联络不同的学校 有些学校有心的学校去参与的时候 我们就邀请了去一起合作 这辆流动牙科车是每个月会出动多少次的 现在大概就每个月会出动四次 就在不同的区域那里 而今个礼拜日就去到屯门区 其实同时间和它并行的 就有这个流动综合诊所的服务 其实是怎么样的呢 流动综合诊所又要不要预约先去 还是走迈去量个血压就可以了 其实都是要预约的 因为我想都 因为时间都比较急赶 我们希望可以做多一些服务队长和长者 所以其实每一个的参加者来到事前 我们也是要帮它登记了相关的资料 所以我们是要预约 所以也是去找区里面有需要的长者 接下来在电话旁边 我们有启欣 你好 是你启欣 敏欣 你好启欣 早晨 早晨 好, 你的问题是这样的 老友所依慈善基金流动牙科服务 每个月会有多少次免费长者的牙科服务呢 A是40次 B是14次 C是4次 C C是4次, 没错的 今个星期日 牙车和流动长者的综合门诊服务 就会一起并轨而行 其实这个综合门诊服务里面是包含什么呢 我想主要是我们会有不同的专科医生 他们有不同的专科医生的时候 我们再去招募一些不同需要 和医疗兴趣需要的长者去接受 他们会来到医生 我想他又不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全面的诊治 我想他也是一个咨询 和和他聊天了解他现在的病况和情况 是作出一个给予一个建议 而当中如果是发现他真的有长远的医疗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会作出转介 其实里面也不只是医生 也有治疗师、物理治疗师 和护士的一些诊断和一些资讯 其实很大的目的 就是真的好像配合香港政府所说的 基层医治医治里面 是希望他们对于整个对自己疾病 无论就算在一些长远的病里面 他们也有多些认识和多些关注 并愿意面对自己的健康的需要 他们面对医生的时候或者牙医的时候 就会有正面的解释 但是其他的教育方面 你是不是要准备很多资料给他们看 或者告诉他们有什么地方 可以医治他这种病 这个就是为何和社福机构合作的好处 刚才说要加个基金 要牙科也好 我想他们也是来到这个区 其实那些专业的医疗人员的义工 他们很好 他们去不同的地方 但始终他们有自己的工作 所以日常要怎样去做一个资讯的教育 或者介绍和转介 就交给我们社福机构 我们按照他有不同的需要的时候 我们都会作出教育或者转介 问一下Grace在参与当中 说明这个老友所依慈慈基金里面 参与的人全部都是义工 Grace就是其中一位 你都会落场和公公婆婆 洗牙、补一下牙 参与里面 你有哪一个时刻觉得很难忘的呢 其实记得做过一个案件 有个婆婆帮她洗完牙、补完牙之后 跟我们说很感恩有这次的活动 因为如果不是 可能她真的一世人都没看过牙医 她就七十多岁 但是可能她真的完全没有接触过 还有可能因为经济的状况 她也都不敢去找牙医 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 这些时刻很珍贵 因为我们真的提供到一个机会 给她去接受这个后康的治疗 而且始终做义工其实都不是单向的 我们给了服务他们 其实他们的感恩和他们的开心 都会推动我们再做下一次 所以听到也很开心 通常李sir 你们有没有收到一些长者的回响 就是他们的想法 有什么意见 我想他们接受或者看到这个服务 是非常开心和感恩 老人家很喜欢看医生 喜欢看医生 因为他们在中心隔离 那他们看的时候 是很鼓励他们去参与 加上实际上我真的看到 一些医务医生 他们很有爱心 他们都很好 所以甚至他们不只 那些老人家说回 不只是治疗 医生他们都很细心 捨得他们要留意的后康狐狸 以后的跟进 那些要留意的地方 这些教育的工作 其实是很帮助 他们很喜欢 特别我问一些同事 他们有一件事 我想都是很有意义 就是现在不是说 很多照顾者需要吗 是 其实有一个照顾者 他要去推另一个老伴 去看牙科 或者去接受治疗 是很困难的 是 但现在在家附近 可以有这个服务 是开始看的时候 原来很多照顾者 是觉得很有用这个服务 所以我们都是继续 在未来日子里面 我们都是会鼓励多些 照顾者的家庭 去接受这个服务 但是有没有哥哥姐姐 譬如试过这个 流动门诊服务 一进去有这么多医生 可以看 觉得不够后 一个月才来得一次 有没有帮我继续去跟进 不够 一会儿哪够 看到什么 那这个一定会是这样 一定是这样 所以刚才说 如果是用社会机构的角度 我们都是真的会 介绍不同的服务给他们 我想都不止一项的服务 但是实际上 我亦都看到 路由所医医的辞职基金 是很好的 其实我们开始和我们接触的时候 除了流动诊所 和医疗车之外 其实我们最先和他们合作 就是有一批义务的医生 他们很好 其实他是给我们去转界 去看专科医生 而只要条件就是 他不是现在活跃 看政府的医疗服务 他的经济上有需的时候 我们作出转界的时候 他们都会帮忙 在中期 会先和他们去看一看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还有很有用的服务 刚才李sir说 老人家很怕看牙 是不是怕痛 还有没有那些小孩 或者子女 一起陪着父母一起来看 你鼓励他们 因为我们今次的计划 主要都是长者 所以受众都是老人家 是 不过刚刚李先生提到 其实我们的老友所医 都有其他的不同的活动 其中一个就是转界看专科 另外还有一些 譬如我们都有资助老人家 去做这个换室关节的手术 或者是免费有轮椅 这些都有不同的project进行 希望提供到那么多的服务 给老友记 好, 大家听清楚了 听着看着的你 假如对于老友所医的服务 有兴趣 接下来最快的 这个流动牙科车服务 和这个免费流动综合诊所 在哪里有多少点 会见到 会不会见到Grace的? 会啊, 找到你们 我们请李先生说说 好, 我想在这个礼拜日 我们都在屯门库大村 我们会有这个服务 如果大家有兴趣 也可以在老友所医的网页 去了解各个的时间 或者去打给我们 在陵世辅导会 我们在富泰的服务中心 好, 老友所医的医字 是医生的医 对 希望更多人去关心 我们哥哥姐姐的医疗服务 今天谢谢两位 我 lo so 可以 就是你的暖流 擦身 期望与梦成怀未够 浪起浪还推 但你的慈爱 常在眼角中 笑月中滲透 極速十五秒 来到极速十五秒这一个环节 需要用牙力吗?其实也不需要 不过要保持头脑清晰和冷静的心 就可以赢得到这一个环节 要赢的话, 一起来看看玩法如何玩 玩法就是我手上已经有两个信封 博通的参加者请在我手上的信封里面 二选一, 然后在十五秒之内 说出和问题, 相关的词语 说得最多的那个就为之赢了 电话号码1872312 快点拿起你的电话, 打电话来吧 英文歌 唱头发 坏狗 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 会为你送上中文金曲和英文靓歌 到11点2 有我这个不是长发的女主持 为你送上怀旧和新潮的资讯 我是香港暖流主持, 袁子佩拔诗 在电话旁边, 我们有陈女士 你好, 拔诗 你好, 陈女士 你选A顺峰还是B顺峰 A顺峰 A顺峰, 好 准备好了吗? 可以 可以, 懂得玩, 对吗? 玩 听过 听过吗?第一次吗? 是 希望你成功 好, 你听清楚这题目了 谢谢 请你在十五秒内 说得出最多的街头小吃名称 我们她做主持 想打开 再加上鸡肉 包另一个大鸡肉 让全惹 大鸡肉 但这东西是很好吃呢? 中共 noble 好了, 那你聽清楚題目了 請你在十秒內 說得出最多的麵包名稱 準備, 3、2、1, 開始 麵包 麵包名稱是奶黃包、牛沙包 雞尾包、菠蘿包、椰絲包 蓮蓉包、叉椒包、蜜包、排包 牛肉包、奶黃包、豆沙包 好, 夠了, 後勁凌厲 究竟誰贏呢? 稍後回來, 告訴你 沙香 喜歡享受一宗兩件的哥哥姐姐 來到紹興完全不用擔心 你想到的點心,這裡也有 重點是什麼? 我們點了四個點心 一個菜,一隻鴨 成為八多元而已 紹興有不少商場 這間店裡也有很大型的超市 別以為只有食品或生活必需品 你想到的三副鞋物加電用品 甚至是單車的頭盔,也有 不用一會,我這輛購物車已經買到滿捨 我是時候要拿到一輛購物車 入口, bola卻有很大! 我用力量買到你才辦 我會買到天的錢 其實我買到一個超市 多東西買到八點,我買到很大 我買到四個車,買到四個車 你買到三個車,買到四個車 我買到四個車會買到四個車 我買到四個車,買到五個車 我買到四個車會買到四個車 我買到四個車 但當然買到五個車 不買到四個車 我買到四個車 先看看, 這隻河蝦很小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左右腳是一大一小的 不是平均大小的 為什麼會這樣呢? 話說西江的水流很急 在裡面住的蝦都要穩住鎮腳 其中一隻腳要摘住水草 所以就煉成一大一小的腳 好吃 很純粹的鮮味 而且小小的很適合我這種 不太胃口大的人吃 大感也會令我想再吃另一隻 接下來就讓我嘗嘗骨魚 挺容易夾的 而且看起來的色澤也不錯 是很滑的 而且它沒有放很多的蝦汁 沒有掩蓋魚本身的鮮味 人們經常說河鮮有很多骨 但這次骨骨也不算很多 而且也容易選出來 最後就要嘗嘗沙蝦 沙蝦被譽為西江河的一寶 因為它的肉質非常甜 而且看起來很有光澤 而且白痴痴 我現在要嘗嘗 這次我們點了一個蒜蓉炒沙蝦 好吃 而且一口一個,二入口 不知不覺間你就可以吃很多個 旦家仁即是以船為家的水上居民 紹興的西江 是很多旦家仁的淒身之地 旦家仁很流行過時過節的時候 就會蒸一盆旦家糕 這樣可以增添一下自己的氣氛 旦家糕出名了香、軟、而且滑 究竟是否這麼美味呢 馬上嘗嘗 先嘗嘗 剛剛我試的這一塊是鹹的 有點蝦米的味道 接下來我就要嘗嘗黃色的這一塊 我相信應該是甜的 沒錯 個人喜好就會比較喜歡吃甜的版本 也要吃得多一點 這餐火鮮非常好吃 但原來它只是西江火鮮食材 一小部分上 如果要嘗嘗其他火鮮 我想要再來一份小慶才行 你看,來到肇慶也有香港電台的蹤影 來到夜市一定要嘗嘗 這裡的雪糕是意大利雪糕 味道還很特別 這是榴槤味 這是薑藏奶的味道 究竟兩個混合會有甚麼味道 不要以為去夜市只能吃、玩、買 在兆慶的夜市、宋城騎樓街裡 有很多文青的愛好 你可以吃到文青吃的東西 玩到雲青玩的東西 還可以買到文青喜歡買的東西 有很多創意文化藝術的元素在裡面 去了深圳、中山、兆慶三個地方 都各有特色、各有好處 哪裡才是最適合我的安老地方呢 真的很難選擇 不知道各位老友記 你又能否選擇呢 當時,我們要在香港亂流 回來香港亂流的節目時間 繼續有,拔斜 我是羅毅炳朗 剛才極速15秒勝出的就是 溫先生,恭喜你 恭喜 學一學,你會怎樣呢 好厲害 打一套拳 今天這個題目,我覺得很適合你 但我沒想到原來你沒學過 我沒學過跆拳道 但我認識跆拳道 你是功夫全棋 對, 跆就是腳 拳就在這裡 那你今天可以跟他切磋 好, 開始教練 和你邁來介紹 今天我們請到 長者跆拳道教練 前香港跆拳道代表隊成員 梁志豪Stoon 一塊石頭 我首先向Stoon道歉 為甚麼 因為我不會跟別人交流 你不會跟別人交流 但Stoon會不會 你以前代表香港會要比賽 是, 而且在我們的訓練時間 我們有時會去練習搏擊 搏擊, 你要介紹一下Stoon 你如何開始接觸這個跆拳道 以及後期代表香港隊參加比賽 是, 其實一開始接觸跆拳的時候 都是因為有朋友做教練 純粹抱著一個去玩的心態 誰知玩玩的時候 有一段時間在大專院校 很囂張地成為一個校隊成員之一 對, 一路對這個運動越來越熱愛 亦對自己有些追求 越來越認真 投放了很多時間 最後就代表香港成為港隊 是 但同一時間 其實你不是全職運動員來的 當年有另一份工作 是, 當時其實在讀書的執筆略之後 其實我的一份工作 就是在一個長者地區中心工作 同時也兼運動員身份 當他們的同事知道你懂得打拆拳道 於是, 是不是在那個中心 你會開始在拆拳道班? 教班 其實一開始就沒有這麼快去建立這個訓練班 都是去做一些普通一點的長者訓練班 為什麼源於會做這個長者跆拳道呢 其實我自己很想 就是將一個專項的運動帶給長者 因為我覺得在一個專項運動裡面 其實某程度上會對長者產生一個寄託 他們如果熱愛了這個技能的時候 他們會不斷去追求 而且在跆拳道可以令長者 其實他們的身體越來越好 雖然聽起來好像很天風野淡 要一個長者去打跆拳道 腳要還要踢起 但是其實最重要都是方法 因才施教 所以其實當時在搞這個訓練班之前 在背後也花了不少的研究工作 要研究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一個偷學系碩士 在我讀書期間 其實有時候都要去做一些研究 去探討一下究竟在現在的運動科學裡面 頂尖的人在做些什麼 有些什麼是可以推行到長者上的 所以當時我就有一個想法 就是將運動科學和我自己的專項運動 很好的 長者通常他們遇到什麼身體問題和健康問題 你是要針對著這方面去教他們的 其實最重要就是要知道他們的平衡力 因為如果只是單講跆拳道的話 很多時候我們都可能要踢起腳 變相也就是說只有一隻腳在地上 就是單支的訓練 我們就要根據不同的學員的能力 去想一下究竟有沒有一些動作 是他們可以做不可以做的 接下來可以做的東西 就是打來172312玩我們這個遊戲 在電話旁邊我們有梁女士在等 是 梁女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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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好 你的問題是 跆拳道訓練主要是用腳還是用手 A就是腳 B就是手 C是以上佳事 以上佳事 以上佳事 主要 我是用手 用手 也是錯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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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就是用腳的 跆拳道的台字就是代表腳 是的 沒錯 但是一般大家對於哥哥姐姐的認知 就是長者不敢跌 不要隨便跌倒 但是我們外人看跆拳道 是很容易就會跌落地 也都很需要很高的平衡力 其實對長者會不會有一定程度的危險性 其實你都說得對的 因為任何年紀的長者 都是不敢跌 也都不應該跌 所以我們在教授一些 跆拳道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我們必須要衡量 究竟動作上有沒有什麼風險 也都是對應我剛剛所說 因才施教 我們也會根據不同學員的能力 而生減一些不必要的動作 例如是跳躍 或者很急速的轉動 這件事亦都可以避免長者跌倒 而且去學習跆拳道的招式的時候 我們都會經過一些普通的肌肉訓練 平衡力訓練 令到他們的下肢很穩定的時候 才會嘗試慢慢去建立一個招式給他們 讓他們慢慢慢慢可以越踢越高 你剛才說過 就是說很多時候他們要練習 單腳在他們的地上 連著腳已經可能正在起 或者正在踢 是不是很多長者都可以適應到呢 或者經過訓練之後 暫時我教我的長者都是做得到的 你有方法 很勵志 如果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我們看看你這個照片 就是這班我相信是你的學員 一般一個星期平均 你要跟他們任劃操練多少次 我們一個星期會上一次課 一個星期一次 那現在這個練習 學到什麼程度?有沒有說 我們的學員的最高級別 已經去到藍帶 藍帶? 是的 在跆拳道有大概八種顏色 藍帶已經屬於中級 本來我剛才想問你 究竟有沒有帶? 是 原來真的有帶 有帶,看這張照片中的哥哥姐姐 有綠色和黃色,分別代表什麼? 其實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就是要白色為主 白色就是黃帶 黃綠帶、綠帶、綠藍 然後是藍 然後再上去是藍紅紅 去到紅黑 紅黑之後就是黑大藍 我想問你的學生裡面 最高年紀的是多少歲? 有一位差不多八十尾 八十尾? 八十尾 八十尾才開始學 八十尾很厲害 而你看著她的進步的情況是怎樣的? 其實就越來越穩定的 因為其實她一開始走路起來 或者接觸我的時候 都是因為一些健康 還有一些想手腳上觸得好一點 那除了她參加過 台拳道班之外 她過往也都參加過 其他不同的長者訓練班 她發覺身體越來越好 那我就開始 我搞什麼運動班 她都開始去參加 直到現在 其實她都是見步如飛 走路也不需要 好像一般的老人家 可能又要篤擺掌 或者要踏出身上樓梯 她都可以好像正常 好像中年或者年輕人走路 剛才我們看到的照片 我看到那個哥哥 他單腳在那裡 手腳就說了 手是怎樣呢? 有很多招式都要用力 去隔離那種 是的,其實在台拳道 不僅是用腳的 大多數是用腳 其實手部動作 依然有我們的防御招式 攻擊動作 只是相對性比較少 相對性比較少 不可以那麼用力 如果教掌者的話 反而如果在手部動作 我會要求他們更加用力 是嗎? 因為安全 他們不需要擔心會不會跌倒 會不會很困難 或者會被捉傷 所以在上肢的動作方面 我反而對他們要求高一點 因為在訓練期間 其實要他們發力的時候 其實也是一個訓練元素之一 因為可能大家想到 我們還年輕的時候 法力是一件很常見的事 但是如果長者 沒有經歷過一些訓練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身體機能 慢慢會退化 變相有時可能會說 發不了力 或者控制不了手和腳 我們一般外行人 看武術 就算你有不同的武術招數 有不同的門牌 是 跆拳道有沒有這樣分的? 其實都有 在現今的跆拳道體系裡面 其實我們分了世界跆拳道聯盟 WT和國際跆拳道聯盟 ITF 而我自己屬於的體系 就是WT 世界跆拳道聯盟 有什麼分別? 其實最簡單來說 WT 其實現在世界跆拳道聯盟 就變成一種經濟運動 ITF 不論是在搏擊、肚拳上 特別是在搏擊上 其實他們的限制是沒有那麼多的 現在奧運納入的項目 也是WT 世界跆拳道聯盟 WT 譬如大家在奧運裡面見到的 那一款就是屬於WT 就是我現在去推廣 你現在教那個 好,接下來我們電話旁邊有歐陽先生 是 你好 你好,歐陽先生 好,問問你 今集對的跆拳道介紹的 是屬於哪一個聯盟的呢? A是WT 世界跆拳道聯盟 B是ITF 國際跆拳道聯盟 C,以上皆不是 A A,沒錯 是正確的 稍後回來 Stone繼續會跟我們了解一下 究竟練台拳道對於長者有甚麼好處 是否可以像練到你那麼健碩呢? 稍後回來就要了解一下 我們繼續有長者跆拳道教練 目前香港跆拳道代表隊成員 梁志豪、A Stone A Stone,我想問一個問題 剛才我們說過 跆拳道主要用腳 負義手,手也很重要 但有時候打拳 李小龍說,其實用腰打 好了,長者扭腰的動作 要配合拳、腳的時候 腰怎麼保護呢? 如何訓練他們? 其實一開始 我們都會用分弄科學的原則 我們會將一個動作 例如踢腿的動作 會將它拆解 例如是他們的馬步 第一開始 腳應該要擺在哪裏 就位置穩定 另外,腳要怎樣去旋轉的時候 然後令到他們更安全 其實這個都是要 step by step 令到縱角拆解 在踢腳之前 我一定要他們完成一些動作 例如是單腳站的時候 要多站幾多秒 雙腳要旋轉的時候 要拿起膝蓋 定住,然後再放在地上 等他們這些基本動作 基礎的時候做得好的時候 我才會開始慢慢 叫他們嘗試踢腳 一開始踢腳的時候 當然我們因為穩固一點 其實都要求他們 可能會附一些欄杆 這樣 但如果有長者就來 Stone教練 我一百年多了 又沒有什麼功夫底子 原婆婆 就像我一樣 我學不到的 搞不成功 不適合我 那你會怎樣回應他呢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沒有人一出身是所有東西都認識的 而且在任何年紀上 只要你踏出第一步 你去嘗試的話 其實你是沒有東西學不懂 最重要的是 教練和學員 要保持一個很良感的溝通 也要解釋得很清楚 究竟學這件事 對身體有什麼好 還有我會做些什麼 去保障到你的安全 我不會一開始 叫你把腳踢到上去 但是我會嘗試用一些不同的方法 去運動科學的方法 去訓練你 令到你可以做到這個動作 有沒有試過在教學生的時候 遇到一些隨時難忘的事 隨時也有很多 很多嗎 是的 因為始終他們是老人家 一開始 我是一個年輕人 他們有時也會有個心態 就是我吃鹽多於你吃米 你怎樣教我 其實有時 聊起時 他們也會說 就是 一開始就打算看看我 是什麼新鮮蘿蔔屁 是 就想試一下看看什麼 誰知道 又真是教得好像有文有勞 又真是好像做得到一些動作 而且他們在學習期間 他們真的感受到身體是越來越好 尤其是下盤越來越穩陣 那慢慢他們就開始 去投放一些很多時間 上課的時候 其實大家現在好像一個家庭一樣 會互相提點 又會互相可能輕輕笑 你練到腳震 然後你的動作打得很好 你踢板板板的聲音 又會互相稱讚 我們慢慢慢慢 會形成了一個家庭 那時不時 如果不是上台的時間 我們還會約出來喝茶 在跆拳道裏面有搏擊和吐露 你兩樣都會教他們 是 沒錯 好 接下來在電話旁邊 我們有林太 你好 林太 好 題目是 在香港 跆拳道主要有哪一種項目分類的呢 A是搏擊 B是吐露 C是以上街市 以上街市 對 正確的 博基隆吐露 Stone都會教的 剛才你說 有些哥哥姐姐 試一下你 有沒有人一過來 要跟你過幾招先的 那又沒有 因為他們始終是試探的心態 試探的心態 而且他們都知道自己是練掌 他們一開始 除了抱著試探的心態 亦都是想當一個普通的運動班 這樣去學 因為他們一開始 可能沒有想過 原來這是一個專項運動 原來一路學下去 是有很多東西要學的 有很多東西要學 很多時候 那些哥哥姐姐學太極了 強身健體 鬆一下筋骨 一路聽你這麼說 是有點追求的 要考級這樣 其實是的 因為一開始 我叫他們 說不如嘗試去考大 因為我們的會 考大是一個中央的場地 有小寶寶 可能三、四歲 但他們又可能七、八十歲 走出來就很容易見到他們 最初他們很緊張 但發現原來這個體驗都挺好 因為他們在考試的時間裏 得到很多的讚賞 因為其他的長者 就是帶孫子去考試 但而且他們就站在考試場地裏面 而且大家都見到 他們的動作是有板有硬 所以他們都開始有這個很滿足的心態 不斷去追求更加高的級數和招式 最後 如果有聽、看、看、看的聽眾有興趣 長者玩台拳道 有什麼小錦朗給他們呢 其實就一定要是 你找到一個地方去學線 還有你真的要去了解這個項目 自己真的喜歡線 當然我覺得任何運動班 你都可以去嘗試一下 學台拳 其實任何人都學到 最重要是你在一個心態裡面 真的要抱著自己一個要有進步的心 任何年紀 我都覺得應該是要抱著這個心態 今天非常感謝兩支好教練Stone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你